2188集 这些年万修对林宇而言 一直是活在黑影中的一个人 所以他一直特别期待 韩冰能够恢复一些 有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 告诉他一些有用的信息 哪怕是一兴半点的也可以 听到林宇的询问 韩冰神情一紧 下意识地握紧了自己的手掌 显然内心波动极大 林宇见状急忙说道 没事 你要是不想谈论 其实这些年来 我也一直在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 韩冰摇了摇头 梅宇间带着一丝痛苦无奈 但是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 画面中布满了鲜血 说话的同时 他身子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没事没事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放心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抓到他的 一定会的 感受着林宇胸口传来的温热寒冰急速跳着心脏 这才慢下来 情绪也渐渐缓和下来 要不这些案子 你就别跟着战口了 交给唐凯 交给其他的战友吧 林宇习惯性地说出了唐凯的名字 他的心中不由一期 急忙改口 不 韩冰的神色一灵 他的眼眸中恐惧顿时一扫而空 坚定无比 如果这件案子真的跟万修有关 我就更应该要参与 他知道 面对恐惧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 只有直面恐惧才能克服他 好 我们一起 林宇见状也没有拒绝 郑重地点点头 从市局回家之后天已经黑了 林宇这才想起来 忙了一整天 都没有顾得上回去 给窦老 水东尾 何老 等人拜年 他赶紧跑到阳台上挨个打电话拜年 虽然有一些晚了 但是怎么说 也还没有超过初一嘛 依次给窦老 王老等人打过电话之后 林宇最后给肖曼如打了电话 想让肖曼如将手机交给何老爷子亲自的 向何老爷子拜个年 可是谁知道 电话那头肖曼如轻声说道 不必了 家容 你何爷爷睡下了 睡下了 这么早啊 林宇看了眼时间有一些诧异 此刻才下午六点多钟而已 不错 你何爷爷这段时间 身体一直不太好 而且 肖曼如说着突然一顿 似乎欲言又止 而且什么呀 没什么 等过几天吧 过几天你过来吃饭 正好也给你何爷爷瞧瞧身体 好 林宇痛快地答应下来 他知道 刚过完这几天 何家肯定来了不少亲戚 自己也就不用去打扰了 况且何家的大部分人 都不怎么待见他 随后 他尝试着给何子珍打电话 不过电话响了一会儿也没人接 自己挂断了 林宇望着手机 忍不住轻轻摇摇头 叹息一下 真是希望和二爷那边一切顺利 第二天上午留在京中过年的周晨 特地跑到林宇家来拜年 将近人两口子和秦秀兰 热情地招待着周晨 到了中午 一家人说说笑笑 准备吃饭之际 韩冰突然给林宇打了电话 林宇以为是昨天的命案 有了什么线索了 他急忙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寒冰的声音明显带着几分惊慌 喂 佳容 不好了 今天 今天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什么 又一起命案 林宇的心 咯噔颤了一下 脸色大变 对 初步判断 跟昨天命案应该是同一人所为 这次死的是什么人啊 是个保安 你应该也不认识 叫孙成江 孙成江 林宇皱着眉头 发现又是一个 跟他扒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 想到昨天的情形 他神色一紧 急忙问 死者嘴里 是不是有一张 昨天一样的纸条 有 也有一张纸条 电话那头寒冰 分外沉重 也是死者自己写的一张纸条 内容一样吗 林宇眯着眼睛 眼中惊芒四射 一样 写的也是 我是替何家荣死的 韩冰咬了咬牙低声说道 听完韩冰这话 林宇顿时沉默了下来 他面色凝重 身子仿佛陷入了一滩昭泽当中 正在慢慢地往下沉 如果先前那个看场工人死的时候 还不确定这个凶手是冲他来的 那现在这个保安死 就可以让林宇断定 这个凶手就是冲着他来的 跟韩冰要过了地址 林宇立刻挂断了电话 周晨 你和我爸妈先吃的 我出去一趟 尽快回来 林宇和家里面人 还有周晨打了个招呼 便迫不及待地 披上衣服出门了 先生 我跟你一块吧 李震生抓上衣服 也赶紧跟上来 哎呦 这孩子大过年的 哪那么多事啊 秦秀兰嘟囔一声 接着急声嘱咐道 路上慢点开啊 林宇和李震生 两个人风风火火 赶到了发现尸体的现场 只见此处 一片商业区 后面高耸的树洞办公楼 那办公楼 前面则是一家综合商场 虽然已经是中午了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因素 此时现场周围 还是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 讨论着什么 而韩冰和几个军情处的战友 早已到了 再跟陈参等人 交谈着什么 林宇和李震生下了车 急忙朝着韩冰他们走过去 刚接近人群 就听到人群里 低声地议论着 听说呀 这个保安是替人死的 替一个叫什么 什么容的人死 好像是何家荣吧 回声堂的那个何家荣 听说现在在开中医医疗机构了 厉害着呢 对对 这个何家荣啊 挺出名的 李氏集团的那个长生口服业 也是他研发出来的呢 过这个死的保安 跟他什么关系啊 怎么还替他死的呢 这谁知道啊 兴许是那个凶手 寻仇找错了人呢 厉谱 这差得也太厉谱了 就是 听说昨天也死了一个人呢 好像也是替何家荣死的 林宇听到周围人议论 皱了皱眉头 没想到消息竟然传得这么快 昨天的事今天 竟然已经在室里传开了 尸体在哪儿发现呢 林宇走到寒冰和成餐的后面 皱着眉 沉声说道 这里面 成餐急忙 指了指墙角的垃圾桶 沉声说道 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在今天凌晨 是后面一栋半供楼的保安 外地人 过年期间留在大厦里值班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死的时候没人发现 他的尸体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移了过来 因为塞在垃圾桶里 而且尸体上面覆盖着垃圾 所以一时半会儿没有人发现 附近商场物业大叔 翻找非旧水平的时候 发现了尸体 给我们打了电话 跟昨天的命案一样 他们的人 昨晚巡逻的时候 还是没有丝毫的察觉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们下期见 先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